走進世界能見度 慧眼帶您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您來到世界能見度 首先我們來跟隨看中國的專欄作家任仲道 來一起看一看習近平堅持中國已加親的後果 然後我們再來聽一聽微博的看法 關於習近平的豪賭 重建國際新秩序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好的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請您不要錯過 近年來 中俄兩國關係持續走近 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以後 一起發布了中俄聯合聲明 宣布了一系列的合作計畫 但是中俄經濟往來存在危險 對中國經濟會產生影響 中俄關係對歐戰爭 特別是對中亞和歐洲的地眼政治也有影響 不過不容忽視的是親密的中俄關係 會加劇中美關係的疏遠 對中美貿易和經濟起到了難以逆轉的作用 美國是中國幾十年來貿易順差的來源國 美國如果因中共幫助俄羅斯躲避制裁 而對中共實施二級制裁 對中國經濟和金融方面又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來一起聽一聽作家 人眾道德主義分析 首先 中國經濟往來存在著一定的危險 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危險主要是來自於俄羅斯經濟的薄弱和不穩定性 俄羅斯的經濟結構單一 主要依賴於石油和天然氣出口 而且其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歐洲 這使得俄羅斯的經濟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較大 在過去的幾年中 油價下跌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等因素 都對俄羅斯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現在西方市場逐漸將俄羅斯排除在外 如果中國經濟往來過於密切 中國可能會因此受到牽連 從而導致中國經濟的不穩定 中國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規模逐年擴大 中國對俄羅斯的能源產品依賴程度也是越來越高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 中國進口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產品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的一年裡 中國增加了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採購 總量是8620萬噸 兩國之間的能源關係成為普京和習近平 在莫斯科會晤時的重要議題 俄羅斯在2022年仍是中國第二大石油來源國 僅僅次於沙特阿拉伯 而與此同時 俄羅斯也依賴中國產品供給 尤其是在農用和民用機械設備領域 這種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 使得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響 例如國際市場的波動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和全球貿易朋友圈的陣營變化等 並且中俄經濟往來的危險還在於 兩國對未來經濟規劃的不同 雖然中俄兩國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合作的關係 但兩國在某些領域也存在著矛盾 例如在能源領域 中國近些年一直在大力發展著清潔能源 而俄羅斯則一直依賴傳統的化石能源 這就可能會造成兩國之間的矛盾 同時儘管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並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實現了驚人的增長 但是它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如經濟結構調整 金融風險和以政府支持的貿易保護主義等 如果中俄之間的經濟往來出現問題 例如俄羅斯在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方面的減少 或者是中國對俄羅斯的能源進口量出現大幅的下降 都有可能對中國的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 中俄一家親也存在著一些縫隙 這從中國與俄羅斯的分析人士言論中可以看出來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趙龍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中俄經濟具有互補性 但是中俄關係遠非鐵板一塊 現居德國的前俄羅斯央行官員 Alexander Prokopenko也表示 俄羅斯對人民幣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這就意味著一旦兩國關係出現問題 俄羅斯就會更容易受制於中國的行動 除此之外 中俄關係對俄羅斯戰爭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的影響 仍是廣泛關注的話題 俄羅斯戰爭是當前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也是歐洲地區的重大事件 自2014年以來 俄羅雙方的衝突不斷升級 去年2月24日俄羅斯戰爭爆發至今 局勢仍是十分緊張 中俄關係的發展為俄羅斯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習近平和普京在聯合聲明中都明確表示 中俄兩國將繼續加強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問題上的戰略協作 這無疑將為俄羅斯提供更多的外交支持和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 中俄合作也將加強雙方其他領域的合作 這為俄羅斯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持 也給俄羅斯戰爭的平和前景蒙上了陰影 那 最值得關注的就是 習近平的這次訪問將對中美關係和中美貿易以及經濟往來產生的影響 中俄聯合聲明中表示 中俄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 這次會晤進一步鞏固了兩國之間的戰略協作關係 未來加強包括在能源 金融 科技等領域的合作 這對中美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中俄關係的穩定與否 對於中共平衡中美關係非常重要 如果中俄關係更加親密 那麼美國可能會更加警惕 並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 當然 對於翻臉比翻書還快的中共 為了維護其自身利益 什麼事情都是可以改變的 中共曾經說過 中英聯合聲明做一個歷史文件 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那麼 說不定以後 中共也會說 中俄聯合聲明也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了呢 最近國際政治舞台上發生了兩件大事 一件是中國在歷來屬於美國地盤的中東 居然打勝了一場外交戰 讓兩個速敵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復建交 另一件就是普京剛成為國際通緝的戰犯 習近平選計在眾目睽睽之下訪惡 習近平好像真的是在下一盤大棋 他圖的是什麼呢? 依未譜之見 習近平錯沙衣建交和執意挺俄 都是醉翁之意 不再久 在眾目睽睽之下 在眾說紛紛紛之中 習近平圖的是直接對美國亮劍 他對美國的挑戰在以下幾個方面是最顯而易見的 第一 在美中關係上由美國說了算 中國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的兩國關係 在習近平那兒 似乎畫上了句點 二 在某些極具爭議的地緣政治議題上 習近平公開挑戰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 不想再讓美國說了算 三 在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當中 中共要說了算 要改變美國說了算的現狀 為了對付美國和美國主導的民主聯盟 中國情願甚至給予與世界的專制獨裁體制結盟 在中美關係上 北京方面最近的一系列舉動顯示 中共似乎已經完全不在乎美國方面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在兩會期間 習近平在確立他的第三個任期之後 即以國家主席的身份 第一次公開挑明 美中關係是對抗關係 美國是中國的對手 中國新外長秦剛依反過去相對溫和的姿態 猛烈批評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和定位出現了嚴重偏差 把中國當成最主要的對手和最大地緣政治挑戰 和中國的強硬指責相比 美國國務院的反應相當溫和 美國國內因此有人批評說 拜登政府對中國太軟弱 有人則為拜登辯解 稱美國在顧全大局 美國現在處於一種對中國軟不得又硬不得的尷尬局面 而中國原來對美國的任何脫鉤傾向都要批評 近來有跡象顯示 中國方面已經不在乎了 甚至傳出要主動脫鉤的信號 關於習近平挑戰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 莫過於最近發生的殺衣建交 在這個中東問題上 中國是典型的下山摘逃派 而美國則是吃了一劑悶滾 正如基辛格所說 華盛頓公雲中東問題 多年來是辛辛苦苦 披經斬棘 開山駐路 最後成功之際 卻由北京出來剪彩 這次的殺衣建交是由習近平主導斡旋的 去年年底 習近平訪衛沙特時 與沙特簽署了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使中沙兩國關係從石油領域擴展到武器、技術和基礎設施和經濟領域 習近平此舉表明 中東不再是美國說了算的地方 中東問題不再是美國說了算的國際議題 對美國而言 這次恐怕是首次嘗到了中東苦果 此外 習近平亦於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反而在不計一切代價的與普京和普京的侵略行徑站在一起 外媒說習近平這次反俄不是為了和平 而是為了強化中俄關係 這是肯定的 但是在習近平的改變現存國際秩序的大齊集中 強化中俄關係恐怕也只是表象 最終目的是為了和美國分庭抗禮 繼而取代美國 成為世界老大 關於中方提出的12點俄烏停火提議 普京已經承諾要研究 誰都知道中國停火協議成功的機率 幾乎是微乎其微 因為烏克蘭已經排除 以承認俄羅斯割讓領土來換取和平的可能性 而西方根本不相信 從不譴責俄羅斯侵略的習近平 能達到停火的目的 對此 習近平焉能不知 不過 他以和平使者的身份造訪俄羅斯 似乎只在乎過程 不在乎結果 這個過程就是中國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過程 而美國在沙伊建交和中國挺俄兩大事件中 恐怕也真正見識到了中國不僅有意願 而且有能力與美國抗衡 並且依次改變國際秩序 不過 習近平的豪賭卻有致命的缺陷 過高地估計自己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能力 過低地估計世界反專制 反獨裁聯盟的抵抗和反制能力 習近平選擇和世界專制獨裁政權站在一起 不計後果 不計代價 最終有可能會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再見